哈囉 大家好 我是劉 現在就呢 昨天晚上是住在這個飯店 這個影片喔 不是來跟大家一起泡澡的 請不要誤會 這個影片就是 我先會帶大家到這個衣室 那也去逛逛的啦 那你就想說 順便嘛 介紹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 他的大浴場 你幹嘛 你幹嘛 這也是男生的大浴場耶 我剛剛特地得到許可 得到許可可以進來對不對 因為現在是大浴場 對 哎呀 昨天在這裡很享受 因為Lobby本室是在八樓嘛 所以坐在這裡可以看到 明古屋的景色齁 這家酒店 真的它跟地下田 是連在一起的 同一個電梯 你上去就是飯店吧 然後下來呢就是 車站 我們後面呢 這裡是 明古屋的下一個車站 叫明古屋國際餐廳 你走下來呢 這裡地下直走 是直接通往明古屋車站 對 超方便的 你看 它顏色跟你今天穿的衣服一樣耶 哇 你手機殼也是紅的耶 哇 都講好的耶 來 我來拍囉 3 2 1 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 可是誰要去Check in的飯店在這裡 我們在明古也是住這一間 三重交通的飯店 然後它這一間呢有別館耶 Glande 就是右邊那個金色的建築 好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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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們坐的房間呢 很大 先不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呢就是 先來Lounge這裡享受一下 這個房間呢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 Sky Lounge Lounge 吃的 吃的 熱拿耶 這個全部吃得好嗎 吃得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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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租借這個燙斗耶 燙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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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用心 對啊 我覺得這個飯店它最大最大的用心呢 是 牛肉菜 你看這個種類 是比咖啡店的喝到飽的那個 茶的種類還多耶 我覺得這個飯店最用心的就是這個 噢 枕頭吧 第一次看耶 真的 因為叫做飯店啊 你不管它的地方再大嘛 被子啊 或者是床墊 或者是枕頭 有一個地方讓你覺得不舒服呢 這個整個鐵就會很糟糕嘛 橫毯比較舒服的 然後讓你的頸比較舒服的 然後讓你的尖比較舒服的 這個也是頸嘛 對 這是尖 要泡溫泉的話呢 要來到本館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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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險 來囉 大雨場 哇 啊 氣氛好好 欸 它的那個湯也是有泡溫泥的 它雖然是沒有露田 但它的這個室外呢 我覺得蠻有用心的 因為它有日式庭院的一個小小的小設計 原生第一次 手機濾湯 設計是一樣的 就是感覺方向不同喔 然後也是有小小的小用心的日式內提 剛好這種音樂呢很適合我現在的心情 現在呢我們就跟店員要求說要參觀他們 只有這個地方 這個飯店呢 能住到的 因為是三重交通嘛 好 では行きましょう 房間我們先不理了 各位 房間先不理了喔 你看 我們上次有帶大家體驗過電車 但它不是電車 它是 Bus 剛好音樂響起 我說在日本他們還原這種東西 還原的太好了吧 因為這椅子的觸改 你看跟巴士一模一樣就是這一種 欸 這個也不錯喔 你看是防滑的有沒有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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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麥克風很激 接下來是伊勢市駅前 我們在駕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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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是看視頻啦喔 這不能夠自己操控了 是不是感覺一下 哇 爸爸你看那司機好漂亮喔 以後我也要當司機 我要像那個姊姊那麼漂亮 哇 它要轉去哪裡啊 這是365度 原機旋轉耶 天啊 那裡是浴室 浴室喔 浴室跟廁所分開嗎 嗯 我們來到了伊勢神宮 各位 有一個不好的消息 就是剛剛 我們這次來攝影了嘛 就有聯繫他們嘛 剛好今天呢 有神事啊 很神秘的 隱密的那一種 所以呢裡面呢 鏡子拍攝 剛好今天耶 平時是可以拍照可以拍攝的啦 今天剛好有他們的神事 就是今天不能夠拍攝 所以呢我們只能夠冷痛的 等一下出來就跟大家說裡面長什麼樣子 我們自己是可以進去的 我們自己可以進去 但不能夠 出來了 喔 大家有很多感想耶 衝擊很大 就是 因為它很自然 然後就有一種被自然的那種力量包圍的 所以就讓我們這個渺小的人類呢 覺得自己很萎縮 哇 記得這裡的那個 就是白白的地方呢 超級簡單的 簡單的 沒有什麼 對 對 它跟我們認識的那種本店啊 那種寺廟的是不同的東西 各位 就前也是沒有那個 木的 就是 丟在下面的白色的布上面 它的本店呢 其實是不讓你的許願耶 是來感謝的 這個我很喜歡 然後從旁邊可以看到它 裡面的裡面有那個 真 真正的耶 欸 各位 對 三大神器嘛 三大神器之一的鏡子呢 在這裡祭拜耶 喔 各位這裡可以拍 這裡可以拍 神功出來 這裡呢 有一條老街 欸 可愛的 一星魚 欸 欸 欸 這個可以買嗎 買了嗎 啊 什麼都沒有 哈哈 開個晚上 來到了 赤福 當地人都說這個是三重縣必吃 哇 這個小路走過來呢 還有一個小小的橫丁 好像來到了古代的感覺 有沒有 我們現在呢要去找一家很厲害的 吃伊式海老 咕咚麵的店 不曉得不能吃到 那個呢一定 會成為 這個影片的 封面圖 這裡 哪裡 哪裡 很厲害 哇 這風味很棒耶 有點回到老家的感覺 要注意到各位 你看喔 這個伊式海老呢 是石架喔 這個有點恐怖喔 乾杯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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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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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式的烏冬麵呢 它是比較粗大的 有點像我們馬來西亞說老鼠粉啦 很粗然後很圓的那一種 太厚了 所以這個 這個也是伊式海老的 對啊 對啊 這麼燙的看 很像那個 很香 老婆這也是馬來西亞會講的那個 這個也很香 好香喔 很香喔 很香 很香 但是很香 很香 很香 對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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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一口它就消失了 各位 一世 不 那是一世で食べる海老 這個 大事件大事件 這個 比想像中 比我們在這個雜誌康的照片的呢 今天來的伊式海老呢 更厲害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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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好香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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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小時候有更貴的 很好看 回到房間了 然後呢 我們拿了他們的枕頭 也得選一個 還有這是睡衣 一個是什麼 哇 好大喔 哇 太大了吧 真的可以亂跑耶 Yuma 你看這個電視 這是我們目前住的飯店裡面的 電視最大的一家 我們的浴室在 広 広 像船一樣那個浴室 廁所咧 廁所在這裡啊 那廁所在這裡 現在要前往 Futami 那裡有妹夫妻顏 夫婦 夫妻顏 我們下車了 它這裡是一個神社耶 叫 Futami 二劍 信譽 不 念中文好像有點怪怪的 伊勢灣 伊勢灣 就在眼前 各位 剛好只有中間那一層呢 是亮的 海跟今天雲的顏色呢 同步了 現在我們要去找的就是這個 夫婦顏 不是夫妻啦 夫婦 是正常的 原來看的那麼小的 我也覺得是很大的 對 沒有推瓦 很可愛的尺寸 因為我們要看路神了 各位你看我跳舞 他出來了耶 天照大神出來了 因為在這裡跳舞給大家看 他剛剛一直躲起來 對 他剛剛一直躲起來 今天跟昨天一直躲起來 但剛剛我跳一下 他就出來了耶 好 現在呢我們要到 阿卡福古這裡吃東西 我們昨天買的那個呢 算是土產帶回家的嘛 想說呢 機會難得在這裡吃一下 哇 看進去 幾乎滿客 這就是傳說中的赤福 如果喜歡吃火鍋的話 真的 好吃 好好吃的樣子 因為他是生的 對 他只能保持三天的 超新鮮的 這很漂亮耶 他怎麼找到這麼漂亮的橘子啊 他到底是怎麼吐的 從下面 就像茶壁哥一樣吐 這樣 哇 所以他的麻糬也是這樣子 嗯 嗯 嗯 超新鮮的 這一起吃好好吃喔 河果汁很多紅豆的東西嘛 這個呢可能是我吃過 台前三明好吃的 嗯 好吃 但這個就是 它比較 難搞的地方 它 三位極限 只有三 兩天到三天喔 所以大家 很難帶回去給朋友 只能在這裡吃 嗯 但 一定要吃的各位 來 三重吃 一定要 很美耶 魚子好甜 而且 超有實份的 果汁 然後 其實它 橘子跟 麻糬皮的中間有 白色紅豆 喔唷 白色喔白豆沙 白豆沙好好吃喔 白豆沙跟橘子的 混合 有甜酸的 然後再加上那個 軟軟的皮 明年的那個中秋節 我不吃月餅 我吃它 一樣是圓圓的嘛 我吃它 我們來到了 福建道河 這是在京都 對今天來住京都 然後呢順便 也算當做是這個影片的結尾的前面一個片段 來拍一下 京都的 福建道河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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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香港 香港喔 一個人來玩嗎 對對對 好會享受喔 謝謝 開心 掰掰 掰掰 啊 那裡有表演耶 好像那個能楽 すげぇ 來到了 來到了 很美耶 帶好多燈頭喔 這裡真的會有一千個 你要數啊 應該會有吧 一千很多耶 千本也不可以 形容很多的意思 ов 欸 走出來了 這裡其實是同往山上面啦 如果大家想要繼續走的話 其實可以一路到他上面的寺廟 那我們其今日は晚上呢 因為有約,所以我們今天就走到這裡 來到了京都車站 今天我們也是要住在關西一彎 然後選的飯店也是 就在那裡 是喔,哪裡啊 灰色的 喔,這不眼前喔 走出來就車站耶 嗯,車站在這個 哇 這裡一樣有這間枕巴 然後這裡的種類呢 是1,2,3,4,5,6,6種 看你們喜歡哪一種 喔 設計是綠色的 然後兩個床 那這一間呢 因為它不是Gurande嘛 所以就跟一般的那個 商店一樣乾乾淨淨 小小的一個小空間 然後 然後 喔,是分開的 洗澡的地方 跟 這裡就應該是廁所囉 好,剛剛你們看的那是大叔的房間 這個才是我們的 進來這裡呢,是有這個洗面台 然後應該是洗澡的 將,房間 欸,好像有比剛剛那個房間大一點耶 有大一些些睡覺的地方 こんな感じ 啊,啊,なるほどね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客廳 難道可以看到京都車站嗎 感覺這個方向不寫 喔 是耶,可以看到京都車站耶 欸,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廁所囉 欸,絕對不是我喔 因為我在這裡嘛對不對 對啊,來 好,欸,這個影片呢就到這裡結束了齁 我們用大叔的這個廁所畫面來做為今天這個影片的 欸,終點 就是這一次我們呢去了哪裡啊 我們明谷屋沒有拍嘛 明谷屋住了一天 然後又去了這個三重線 然後後來又回到京都 然後他去吃飯 我們就結束這個旅程了這樣子 這一次主要是拍這個三個院 對,我們住了兩間 覺得不錯 都在車站的附近嘛 三重線也是在那個伊士市的車站前面嘛 然後京都這一間也是在京都車站的前面 COSPA很好 聽說CP值很高喔,各位 如果有來日本的朋友呢,考慮一下 所以這一次很不好意思沒有拍到這個神宮啦 裡面因為這一次有這個お祭り嘛 所以不能夠拍影片嘛 我們就保留這個神秘感 讓大家自己來三重線的時候呢 可以去伊士神宮移道去喔 哇,好豐富喔 這一家京都的早餐 哇 湯豆腐耶 還有麻婆豆腐片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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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比是豆腐 湯豆腐 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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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